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C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萬華區的復興口賢州 創業於1984年 是一間老店 這個復興口面線也非常的有名 營業時間是早上6點到晚上7點,每週四公休 老闆你好 那這間已經是一間老店了 那這個榨物您推薦什麼,比較是招牌 紅燒肉 紅燒肉是不是 對 好,那紅燒肉一份多少 55 好,那我就要那個紅燒肉跟炸蚵仔,還有炸蝦子 好 還有炸豆腐 好,OK 謝謝 那這邊有嗎 那這邊吃 好,那這邊做啦 好,謝謝 這個這一斤的就舒服了 嗯 油溫比較高啦 炸,炸起來 一定是酥酥脆脆的 嗯 那裡面做嗎 哦,好 先拍一下好了 哦,那 現 現沾粉,現炸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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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我拍一下 很多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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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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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讚了 後面你看的客人啊 他進來都不用點菜的 哈哈哈哈 OK 老店的感覺 好 用餐廳就是這個長型的 好 好 就點上這一桌 慢慢介紹了 好 就先從這個豆腐開始 先來試試看 嗯 炸的外酥內軟了 然後這個醬油膏是有蒜頭的那種 蒜味的 嗯 很好吃 就是充滿一種古早味的感覺 嗯 嗯 很好吃啊 這炸的我覺得分數是92分 好吃啊 好 感覺地人那種老老的老老的氣氛 讚 好 再來老闆講說這個很招牌的紅燒肉 現在就吃吃看 欸 吃看看 嗯 嗯 本身的味道就滿香的 嗯 肥瘦香煎啊 讚 甜香甜香的 好吃 不愧是老店 嗯 嗯 嗯 這炸物都很好吃 嗯 皮很酥喔 然後肉 肥滋滋 然後咬下去 還很有肉汁 好吃欸 這個 嗯 嗯 嗯 哦 這豬肉好吃 很有肉汁啊 這樣這個沾醬 真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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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分數是92分 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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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喔 微微的酥微微的軟 酥軟酥軟的喔 大概是 一兩分酥 然後 軟軟的口感 這算軟皮啦 軟皮 然後 說軟皮就比較聽得懂啊 軟皮 然後 嚼起來就是很有蚵仔的香味 汁還會爆出來 而是蚵仔酥還是比較喜歡昨天吉桶的那個感覺 今天這個 還好啊 但是也沒有不好吃啊 這軟皮 你看汁都滴出來 會滴出來汁 好 那這個分數我覺得是86分 如果他外皮再酥脆一點就更好了 是我個人的感覺 然後配上這個胡椒鹽 基本上這個都要配鹹粥啦 其實不是這樣單吃 蛤 蠻不錯的喔 好 最後這個炸蝦子喔 看起來這個視覺效果就很棒 很大隻耶 怎麼個大隻吧 來喔 你看 很大隻的蝦子 好 現在吃看看 應該這個是會是我心頭好 嗯 嗯 酥酥脆脆酥酥脆酥脆酥脆 然後蝦子還很甜 好 好 老闆講說這個蝦是爐蝦 喔好吃耶 喔這真的好吃 喔這個 這個 這個我就覺得有滿分了 讓我有驚豔的感覺 蝦很甜耶 然後可以直接連殼一起吃 讚喔 嗯 嗯 嗯 喔這個很好吃 這個 它這個蝦本身的甜味就很甜 甜香甜香的喔 然後充滿這個蝦味 真好蝦 真蝦 哈哈哈哈 好吃 沾上一點醬油就很好吃 嗯 嗯 大隻又好吃 但是沒有寫價錢 不知道這盤多少 真的很讚喔 宜蘭的 好吃啦 朋友啊 這個就讓我很驚豔 好吃 嗯 嗯 讚 嗯 讚 店家沒有說明啦 不好意思 我剛剛吃出來這個好像是醋 應該是醋 然後這樣搭配起來是還 更能吃出這個蝦子的甜味 好吃 好吃 好像是無醋吧 嗯 這樣 好 這就是本日招牌鹹粥 很古早味的感覺喔 加上一點胡椒粉 加上一點胡椒粉 但是個人覺得 目前我心中心頭好 第一名是蝦子 嗯 嗯 這個是生米煮成的鹹粥喔 它飯有煮鬆喔 就是煮開啦 但是它邊邊都是有點這樣子 閃閃閃閃的喔 就不是那種 從飯煮 白飯煮成的粥 這種粥就很好吃 花時間煮 然後可是 吃起來在口中就是 整個是會這樣 在口中散開的感覺 很讚 這是那種古早味喔 然後還有油蔥酥 跟大骨湯 然後還有點肉羹 這很好吃 這樣一碗25塊也很便宜 好吃 單次分數是95分 蝦子啊 還是那個蝦子最讚喔 蝦子搭配鹹粥醬吃 我覺得是滿分 很讚喔 不愧是老店 外國的朋友啊 可以來吃吃看喔 這真正古早味喔 好吃 很棒喔 一個很厲害的前週店 讚喔 這個蝦子 要給它獨家一個畫面 超級好吃的 請問這邊招牌有寫 現炸鰭魚 那也是招牌嗎 那我炸一份鰭魚好了 剛剛那個蝦子下面 放的那個是烏醋 那個醋好吃嗎 好吃喔 有夠好吃的 好 一樣是現點現沾粉 應該這家店已經快要50年了喔 40幾年嘛 厲害耶 有第三代下來擠了 這樣 所以是阿嬤從你年輕的時候 開始賣到現在啦 第三代還沒來 第三代擠到 七點 晚上七點 剛剛我吃了我覺得這個鹹粥就是從生米煮到熟喔 那個 米都煮到鬆鬆的這樣子 好吃嗎 好吃很好吃 現在這種 會不會比那個 萬華那一家 桌季那一家 口味 那一家 好吃但是它有點貴 有點貴耶 不能說它不好啦 就是價錢比較高 沒有 它的雞彎也沒有 沒這麼大 差不多 我這邊雞彎那邊差不多兩碗 現在晚一點就要點了 對 好這個粥齁 上面還有一點那個 油蔥酥啊 還有一點那個 豆皮啦 這是豆皮嗎 你要在這邊要嘛 內行的都會點蝦子 所以 一定要點蝦子 好那個 現炸齊魚 當作是招牌的 這個字啊 應該是很厲害 它有獨立寫一個 現炸齊魚 然後當作是招牌 在右邊啊 剛我有照到 嗯 很好吃 好這樣這個沾醬 就是一種古早味 酥酥 酥酥軟軟 酥酥軟軟 它是類似一種軟皮的感覺 這炸齊魚我比較不喜歡沾醬 讓它 鹹的皮就變得更軟 加點胡椒鹽比較好吃 對啦 個人覺得加胡椒鹽比較對味 好吃 我今天花蠻多時間拍這家店 那東西真的很好吃 尤其最好吃的是 炸蝦子 其餘的分數我覺得是92分 都算蠻美味的 嗯 好那各位的留言會晚點回啊 因為我只休了一天 我今天晚上就要上班了 讓我多休息一下 謝謝啊 好吃 中式炸物 充滿了古早味 然後這個醬就是有點甜甜的 嗯 OK 不錯 好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啊 它這個 多做一個招牌在這邊 所以是 等於是它的招牌 炸物啦 但是個人覺得最招牌的炸物 就是剛剛那個 炸蝦子喔 炸蝦子真的超級好吃的 樣樣都蠻美味又很經典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重講一遍 剛剛有一點 各位有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